欢迎收看周末新闻追追追追 追真相 追智飞 追到底 我是高文英 我是曹世杰 今天学院第19天了 大家再看的是学生他们的退场机制是什么 马总统跟学生现在遇到的困境又是什么 19天了 王金平要出来吗 他一样是非常的低调 还有金普聪 当他回到台湾之后 大家再看 马总统他越来越强硬了 现在马政府跟学生之间各自不断的出招 但到底是不是已经快要没招了 有舆论反对学生占领立法院 但是也有舆论认为说 马政府你的处理态度 到底什么时候要硬起来 甚至还说金普聪理 搬美国来吓台湾人 今天晚节目们一起来追真相 首先介绍今晚来宾一起来欢迎 政治评论者 胡忠信 所持人 大家好 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 邱毅 所持人 大家好 文大经营所所长 杨泰顺 大家好 生育人士 郑村奇 大家好 前台大学生会长 王威中 主持人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民进党中评委 黄俊哲 主持人 大家好 资深圳记者 陈利红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一开始我要请昆丰来告诉大家 我们讲说金普聪他放话了 他讲说两周之内要把学运的事情解决学艺 也就是要把这个学艺画下句点 可是有可能吗 我们明看到的人民议会在今天才召开的 其实这个金小刀回来之后 大家言之早早 不过就根据像我跟世杰在议场这么多天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真正出手 倒是现在小刀到底要不要出效 其实现在已经搅乱一起春水 我们来看一下在学生静坐这么多天之后 其实现在他们能够做的几个动作 第一个像今天要召开的是人民议会 持续动员 他们要发动的是无限期的抗争 另外他们所谓民间版的两岸间部条例 能不能真的复委 现在其实是未定之天 而在这边静坐老前辈林毅雄 他说大家再一点小小的努力 就达到目标 这句话是不是也间接的鼓励了同学 继续抗争下去呢 另外他们直接点名了 栏尾的四大扣 包括了林德福 林洪池 还有张庆中以及吴玉生 说要叫大家去包围他们的选区 认为整个就是他们在拖乱 在搞鬼 要启动所谓的罢免案 还要加强串联场外的NGO团体 来反对兰军的独断 将要在墾丁的春娜 来进行南北唱和吗 我们知道这一次 许多的艺文界人士 也来声援他们 不过另一方面 我们就要再来看的是 政府方面又做了些什么动作呢 现在传出这两天 最多的消息是保一保六 戴上了盔甲 戴上了这些所谓的震报的这些设备 准备要进驻 不过呢 这个总统方面 已经出面澄清说没有 而王金平则是 大家认为他态度必变 对于警察的执法权 是不是知会即可 这一点王金平本身 本身并没有真正出面表态 再来来看一下 顾言卓云是买广告说 同学们回家吧 民间则发起了终结国会乱象的联署 社会上的另一种声音 现在也浮现出来了 美国方面我们来看外交手段 美国似乎对于绿营感到失望 认为在整个台湾的改革当中 民进党是不是消失了 美国方面似乎也盼望 台湾可以政局稳定 回到政党政治 是不是对绿军有变将的施压 我们也在观察 最后国会瘫痪了 现在许多的法案延宕 不过也有人说 这个立委的意识不张 拖 不差这二十几天 反正也过去激很多了 倒是怎么样 我们要来听听看 针对这些所有的行动 林非凡学运的总指挥 他自己怎么说 好 来 请问委员 人民议会在今天召开 所以换句话来讲 我们在讲退场机制 退场机制 有退场机制吗 两边目前看来为止是 看起来是无解的 谁占上风 学生吗 马总统吗 金母聪回来之后 你怎么来看目前的 报酬递减 就是说学生的这个运动 一开始以反福报黑箱为名 确实赢得了一些 社会的肯定跟支持 可是拖到现在 我觉得他的真面目 已经出来了 那林非凡基本上 他的逻辑是错乱的 他说立法院意思不张 那立法院意思不张 你认为所谓的人民议会 用所谓的直接民主 那就可以去代替 现在的代议政治吗 用这种方式 用暴力的方式 霸占了立法院的议场 你就可以去取代 原来的代议政治吗 他说人民有能力 人民有能力也有条件 可以自己来审法案 试问 人民的能力 人民的条件在哪里 你林非凡提出证明呢 他说人民议会 是他们所谓的创举 真的吗 这往第一脸上贴金嘛 人民议会 在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1797年法国大革命 罗伯斯比尔他们一开始 就在抗争之后就有人民议会 可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变成恐怖政治 反而造成更严重的 拿破仑的地质的复辟 另外一个是莫索尼尼 莫索尼尼到后来造成了什么 人民议会的结果造成什么 造成了法西斯的统治 法西斯的暴力 这个历历在目 还说这个叫人民的创举 你今天是谁授权给你林非凡 跟你旁边的这些人 说你可以代表全台湾2300万人民 谁给你这个权利 你说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条件 你用什么样的 你用暴力的方式 用违法的方式 去霸占了立法院的议场 到现在为止 已经超过了半个月以上 你自己已经是一个违反 我们现行刑法的 我不谈霸占公署 至少妨害公务 毁损公务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犯罪的行为 叫做现行犯 一个现行犯 你今天大张其口的 去跟他谈民主 谈人权 你觉得有说服力吗 所以今天谈人民议会 再加上 还去把立法院点名的四大后 好 你四大后可以批判他们 你搞红卫兵的方式干嘛 你搞红卫兵 跑到人家的服务处 办公室去斗争 这算什么呢 这个红卫兵的做法 中国大陆是1960年代的中期 他去搞红卫兵 造成了中国大陆的 整个经历社会落后20年 到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原 台湾到现在 已经进入了21世纪 已经民主政治接近成熟 你还在搞红卫兵 你还在搞批斗 你还在搞斗争 然后唐二皇这告诉人家说 你这个叫做民主 这个进步的民主 我请问你这一种这一种的 零非凡事的民主 你认为台湾的民众不会反弹吗 台湾的民众还能够继续的忍耐吗 所以今天其实我认为 这些学运嚣张的日子 已经所胜无几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状况是 马政府已经定调很清楚了嘛 我总统要跟你谈 是你学生不来跟我谈 那学生这边也不断的出招 但是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像刚刚邱委员讲的 变成莫索里尼变成了红卫兵文化大革命 有没有可能 坦白讲我要先回应一下邱委员 刚刚你的一连串的谈话 我认为怎么好像跟马总统金普冲的 这个文圈上宣传战的步骤 这个若和福洁呢 你嘴里虽然说认为马英九应该下台 但感觉您好像还是趁火 这个在趁着这一次的学运里面 在大赚个人的政治红利不是吗 为什么一个学生运动得到七成名义的支持 而你却说民众不会跟随他 其实我大胆提出个建议 就实践是最好的实验方式吗 我建议说您大可跟非凡兄或是维廷兄 您挑一个选区给您挑 你们两个去一对一选立委好了 2016就是你们用输赢来争胜负的 最好的一个时机点 看看人民到底是站在邱委员这边 还是站在学生这边 其实道理很清楚 学生从3月19号进去立法院的时候 最开始就说过 福帽因为是黑箱作业 所以他们要求要退回重审 要求要先立法再审查 这个是从头开始影片作证 最一开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但是这个我们的马政府 不晓得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 不断的在媒体上各种管道上面 抹黑学生说 你们是不断在垫高筹码趁火打劫 要拉高这个对抗的态势 马英九所谓的退让 其实是寸土不让 不是吗 学生提出了具体的四点诉求 而且330的学运也没有因此而扩大 上街游行七点准时结束 你说各个政党在后面 三风点火趁火打劫 那如果是照这样来说 4月1号理论上 轮不到你们国民党 跟这个白狼张安乐 联手起来包围正江街 不是吗 330学运50万人 七点钟准时离开 这个是这次 新世代的一个学生运动里面的骄傲 但你们视而不见